倒查十年 中国足坛反腐风暴又刮走一条大鱼 铭记深夜直言 地神秘失联 本京时间3月29日 全国官媒发布的一则重磅消息 中国田径协会主席于红尘涉嫌严重违迹违法 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这是中国足协主席陈旭元被查43天之后 中国体育领域落马的第二位协会一把手 而与于红尘一同被调查的还有中超公司原总经理董征 至此让很多人认为上述二人的落马应该与足球脱不开关系 据公开资料显示 于红尘在2010年曾担任中国足管中心副主任 同时兼任中超公司董事长 而在2012年起 于红尘担任中国足协副主席 2017年调任田馆中心 足今离开足球领域已经6年了 而知名足球记者李玄公开说道 董征和于红尘的涉案 证明之前听说的倒查10年应该是属实的 可以说此次的中国足坛反腐风暴 真的不是说说而已 确实是动真格了 而引起此次中国足坛反腐风暴的源头 无疑就是前中国男足足球连李铁了 自从去年11月26日李铁落马之后 如今在过去四个月的时间里 被官宣落马的与足球有关的高层就多达7位 除了两位协会主席陈旭元 于红尘 以及中超公司原总经理董征之外 剩余四位高管分别是中国足协职委 原秘书长刘毅 中国足协常务副秘书长兼国管部部长陈永亮 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主任王小平 中国足协竞赛部部长黄松 除此之外与李铁相关的同事密友落网的更是不胜为局 众所周知李铁曾经最喜欢的动作就是吹头发 过去此时的李铁不得不放弃这个看似傲慢自大的动作了 如今的局面完全是李铁咎由自取 无视法律红线的结果 回想李铁曾经吹头发的画面 再到如今的结局确实是大快人心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北京时间3月28日晚间 知名媒体人冉雄飞公开透露出另外一则重磅消息 可以说让人浮想联天 冉雄飞这样说道 天快亮了 必神秘失联 在参加完一个总局的内部会议之后 必神秘失联了 但一种说法是他被叫去党校学习了 一个即将正式退休的干部 却被叫去党校学习 这有点怪异也不符合程序 虽然冉雄飞并没有具体公开 立的真实姓名 但根据其说法和公开的照片来看 想必很多人都心知肚明 众所周知 近期国家体育总局成为中纪委 唯一一个激动巡视对象 而就是在这个消息发布两天之后 前中国足协副主席 现田径协会一把手就落马了 动作之快 力度之大 绝对风险 而如今的局面让所有人相信 后面还应该会有更大的娱乐网